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今日臉機 石潮評述 三峽大壩是否變形 成為了網絡上討論的比較熱門的話題 而就我個人來講 我覺得沒有意義 有朋友跟他說 套哥竟說的跟別人說的不一樣 沒有意義是什麼 三峽大壩最大的邪惡切斷了中華民族的龍脈 這是真正最大的意義 這期節目一開始我們討論了天地人三魂七魄之間的故事 那個東西是不能動的 對吧 把你嗓子裡打個結 說中間拿紙 拿汁 穿個孔 還能喝水 是不是 說有人放屁不好聽 把汁長子打個結 一個道理 只能順應 不能以自己的私利去幹這種事情 這就我說沒意義 那他真正的含義的概念 背景的含義的概念 你可以看到共產黨人的貪婪 無知那種權力本身彰顯出來的那一份 超越正常人的那一份邪惡 我覺得這是真正的意義 因為人有三魂七魄 人是不死的 靈魂 跟大家分享這期節目的下半部 王威洛是水利專家 三峽大壩建造的初期 他在現場 黃萬里是堅決反對三峽大壩的 我們上大學的時候就看過黃萬里的東西 那是專業課 所以黃萬里的女兒說看過照片不好 一定下結論 中共的消息他覺得就無所謂了 照片在不同時間 不同氣流 不同角度的拍攝 那不能做對比 精確度不一樣 人說的非常的到位 這是合情合理 但三峽大壩的問題遲早是一個特大的災難 王維洛說 我不用看照片 我就知道是變形的 他是水利專家 三峽大壩是叫重力壩 是幾十個水泥塊放在基石之上 靠自身的重力來維持大壩的穩定 人家是專業的這話說 做的大水泥塊 把大水泥塊放 他選壩紙 選在了花岡岩的基地上 壩紙上 他給盾上去了 盾上了 你們家發大水 弄幾個石頭 咱那一怼 一樣的 對上了 靠這個水泥塊的重量 去頂著水的壓力 水有多大 一米二高 也120米高 117米應該是 還是123米 120米左右高 他坐地給坐起來的把水 長度大概100公里 水的重量多大 一個立方米一噸 大家算去吧 哎 這事不好算 因為山體的下面 三峽山體下面 他不是直上直下的哦 你就說個大概了 120米高 往前推 應該是100多公里 如果這個大壩 潰掉 120米高的水牆 水牆的厚度 100公里 往下推 一 人是不可想像的 人可以造出來 但人永遠想像不出來是什麼樣的 說什麼樣的災難都沒用的 啊 一立方米一噸水 那他 呃 破壞力有多大 沒人經歷過 對不對 這是關鍵的問題 沒有任何可經歷可可解釋的 這是今天大壩帶來的威脅 而長江 我剛才講 《地經錦略》也好 以這些明朝清朝留下的書 講述了天地人合意的 那這個做法就像毀掉了人的三魂是一樣的 否定人的三魂的概念是一樣的 從根本上 給整個中華 就是中華大地帶來了根本上的這種威脅和傷害 因為它是一體的 對吧 如果你那個天地人能看出來是完全是活的話 跟人的三魂七魄都是完完整整的扣在一起的話 人只能順應天 這是人定勝天的最大的表現之一 為什麼 為李鵬給他兒子跟女兒掙點錢 有人說他這個難 你不掙錢嗎 他用他的方法掙錢 好 當你不相信有神的時候 當你是無神論的時候 你說他的任何話都是妒忌 所以就下拜了 這是今天的大劫呢 最早發出推文的叫冷山 說發現大壩變形了 王威樂同意他的陳述 三峽大壩的可行論證的報告中出現過 周家華說不會發生災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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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 王家洛的解釋說 彈性狀態很簡單 因為水泥塊裡面是鋼筋來的 所以鋼筋就具有彈性 同時把水泥狙擊在一起 不會碎掉 對吧 鋼筋活 那是鋼筋活 那這個東西它是有彈性的 就像我們建的橋 你看那水泥橋 大一點的水泥橋 然後你開車的時候就咯噹噹噹 中間一定是用鋼板給它切出份兒的 冷縮熱障 氣候的變化 要水泥自身是承受不了的 會拉斷的 道理一樣 在這個三峽大壩上 它也是這麼做的 但是呢 它水泥塊本身之間它有的彈性 但是一個一個水泥塊 中間它沒連上 沒讓他兒子尿尿 或點泥給他堵上 他沒尿尿 當時 這事兒整的 你說這麗棚整的 沒尿尿 這幾十個水泥塊就一個是一個 所以彈性的問題只是水泥塊本身 而不是幾十個水泥塊一塊彈性 不是那麽回事 所以它是變形的 不是彈性的 結論就這麽 很簡單其實 那 黃萬里的女兒根本不同意她的說法 她就講自己的父親六次寫信 三峽高壩絕不能修 這是她當時的說法 絕對不能做 絕對不能做 講了環境 講了周圍的一切 她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講的 她講的一切就是 當初黃萬里講的就是天地人來 三峽大壩傳出變形之後 人們發現白果樹瀑布景點已經關閉了 對谷歌的懷疑如何如何 我覺得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她講出 直接會受到影響的六億人 根本不是什麽中下游的居民如何 根本不是那麽回事 她要崩了 不知道中國就得回去幾百年 就像說那樣 沒人經歷過一百二十米高的水牆 水牆長達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公里 一百三十公里 所以超過今天很多人的想像 根本不是那麽回事 我能夠知道 我能夠知道的 在一百多年前 大概一九零幾年 在墨西哥灣附近的一個小的水灣 發生過龍捲風 現在龍捲風來了 發生過龍捲風 人都跑了 但是呢 當這件事情結束 第二天早上看到了 是一百二十米 一百到一百三十米 整個山坡全都是這個 全都是石頭 山上的所有東西全捲在水灣裡面 三個人核抱的樹木 沒有樹皮 它的樹幹完全是這麽擰碎的 樹幹的韌性 這天地間可能能夠超過它的韌性 超過它的強度 不知道還有什麼東西 那是能夠知道的 在今天百年的歷史中 能夠知道的 有記錄的 就說發生這麽個事情 但當時水流有多大 風有多大 不知道 那人進去就碎了 那都是墨 那僅僅是一個小的水灣 一百二十米高 這是我們當初上大學時 在學天文地理的時候 曾經從香港那邊拿過的小寶本書 小寶本書 這是很清楚 很清楚 所以根本不是今天人想像 大巴裂個口子 脆口透明給糊上 不是那麽回事 它是真正切斷了中國人的龍脈 受到影響 應該採取什麼自救措施 我覺得這就是記者問的很荒唐的一句話 民眾有知情權 自救是可以 在黃萬里的女兒是說 自救是可以的 如何如何如何 那就我個人來講 就是移民吧 如果你跑吧 離開吧 沒有什麼別的招 怎麼自救 那水來了之後 你知道水的速度有多快 這是我們能夠知道的故事 對吧 就像在日本 幾年前出現地震引起的海嘯 它是33米高 你看看現在什麽樣 人定勝天 是人 各自的不自量力 和男人做夢般的愚蠢的說法 那好 這期節目就到這裏 謝謝大家 再見 在那個羽毛做夢中 才會覺得他們 在這裏 中文有限已成功 一份圓獎 就知道這個地方 能讓人連結這份 在這裏 幸運中 並未來